You are my own hell I won't let you out my sight Then I would have no lie I never knew when the night could be sweet Until you swept me up on my feet The rain sinks, the cup's marks It finds me well with style The car got a flat tire But I shot down at someone like you So every day When the other Until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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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没有吃饭 你还没有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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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天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像真的过一个周末的感觉 上个礼拜开始 我就是有在帮忙年宵 就我知道台湾好像比较少有像年宵这样子的活动 就殊不知我觉得哇年宵要准备的东西真的是也不少欸 然后这个礼拜一跟礼拜二 我就是都在年宵帮忙 那因为除了年宵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 所以上个礼拜真的是我的 所类是小地狱周吧 礼拜一礼拜二我在那个大干爹试鸡帮忙 然后真的是哇人好多 然后当然看到很多人来现场支持那个我们的创作者们 就也是觉得蛮开心的 但是又觉得对其他的谈位有点不好意思 很怕挡到他们 所以anyway 就礼拜礼拜二也是顺利的过去了 然后星期五我们也办了一个香港pressway的尾牙 尾牙我有另外拍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之后再去看 但基本上就是一个year end dinner的概念 然后昨天呢我去摆指示集 又去帮了另外一个年宵 所以结论是我上一排真的像打仗一样 每一天就是都满满的 所以今天呢是星期天 我就打算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点被榨干的感觉 但是我必须说我在试集的时候 遇到很多观众 然后我其实真的蛮受宠若惊的 就是我没有 嗯 怎么讲 就我觉得我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很友善的 可是实际上到线下 就你面对面跟他们讲话 然后我可以感受到说哇 真的有观众会看我的影片啊 然后 嗯 就给我很多支持 哇我跟你说 那个感动跟那个充实的感觉 是在另外一个层次的 所以虽然我现在长得很友善 但是 如果你有在现场看到我 然后跟我打招呼的话 真的是 谢谢你们 以前我在别的人的影片里面 看到他们这样谢谢观众 我就 也没有什么感觉 但我现在是真的能够感受到 为什么 那个 那个感谢的 心是从哪里出来的 那今天呢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计划 我真的就是 唯一的目标 就是让自己 好好的 放松一下 就平常忙没关系 可是你一定要 适时的给自己一个 远放空的时间 适时的停下来 才能够让你的忙 是忙得有意义的 我是不是讲了一句 非常有意义的话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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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多少钱 这个是18万一件 18万一件 18万 可不可以要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 Flat White 要普通的吗 普通的就可以了 普通的就可以了 好啊 50万一件 是哪里 是哪里 就是哪里 有哪里 是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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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 是哪里 Hold your breath, it'll all be over soon 好,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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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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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我現在剛回到家 然後今天我幹嘛了 我覺得好像很久沒有跟大家講話了 今天我去旺甲洗了菲菱 然後 還有我今天終於喝到我家旁邊 新開的NOC了 因為他開幕之後我每一次看到 他都是排隊排得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今天抓到一個他 沒有那麼多人排隊的時候 然後就終於被我喝到了 就是算是聊了一樁心願這樣子 因為畢竟他喝起來就是NOC嘛 對,然後剛傍晚的時候 就吹吹風 看看海,看看夕陽,看看人 然後看看書 這樣,然後今天晚餐呢 我想要自己來煮一人份的麻辣火鍋 我買了雪花牛 還有這個菇 還有很多的青菜 今天就是放空到我連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都是憑直覺來決定的 好,我們現在先來洗菜吧 好,我們現在先來洗菜吧 好,會OK 今天在外味車都泡沼 打開影片 哦,呼籲 真喪念 真的很 乾杯 , 後面有樓盤 , 在 後面的一片 , 後面的壁 , 後面的壁 , 後面… , 我有去了 , 後面的壁 , 這個 , 是不是 , 我在這個壁 , 我沒有 , 我不想 , 我不想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今天才去洗菲菱 结果殊不知刚刚就收到了 洗好的菲菱箱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卷我觉得拍出来超好看的 然后这一卷我是从去年的 那个圣诞节吧 一路拍到就是昨天 你可以看到很多 是年宵时候的照片啊 然后继续往前的画 你看圣诞节了 所以我这一卷菲菱 拍了大概有一个半月吧 刚刚讲到年宵对不对 我在年宵的时候自己买了 一个台湾制造的蜡烛 它闻起来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很像你去做 有时候你去那个什么 像韩国那种汉蒸木 然后你不是会 就是进去一个里面都是木头的房间吗 然后这个烧起来的味道就很像那个 木头散发出来那种温暖的木头香 在家店好像在家做SPA一样 我现在要来敷一个Mask 今天要用的是这个Foreo UFO 2 我之前有介绍过他们的第一代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出了第二代 功能有比第一代在更进步这样子 之前我试用完之后 我是真的自己就很喜欢 然后我还推跟身边的朋友去买 那这个机器你一样是可以搭配他们家的 这种韩国制的面膜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家的面膜品质是还蛮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面膜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导入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导入仪的概念 就是像自己的精华或什么 然后用这个去加速它吸收 那第一代跟第二代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二代更聪明了 对它本来已经蛮聪明的 现在更聪明 就是你只要打开那个Foreo的APP 然后你可以按例如说Smart Control 它就会自动的连到你的机器 有没有它就自动启动了 那我今天要用的是这个Glow Addict 所以我已经set好了 好多的精华 有没有看到 你看它现在非常的多汁 就按Treatment 它就自动开始 本来第一代只有三种光 但现在它们是有一整个光谱 可以给你自由选择 那第三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是它们有冷热功能嘛 那第二代的UFO加热速度超快 你开始敷大概5秒钟 你就可以马上感觉到 那个温度已经上来了 其实我从去年开始 就是有固定会去美容院保养 但是因为现在香港的美容院 都还是关门的状态 所以没办法出门做Facial 就自己在家做吧 如果你想要再多做一次Treatment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App里面选 就再一次这样子 然后你看我们刚刚装上去的时候 不是很湿很湿吗 你看现在 现在已经完全的被吸收了 这是我觉得UFO 不管是第一代或是第二代 就是最让我觉得很值得的原因 是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精华也好 面膜也好 吸收的更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在观望一个 在家里做Skin Care的小帮手的话 我真的觉得可以考虑一下UFO 因为我从第一代用到第二代 真的都很喜欢 另外一个好处呢 是Foreo这个面膜机 每一次的Treatment 大概就是90秒的时间 所以你如果平常上班很忙 或是感觉要出门 可是还是想要敷个面膜的话 这就是你个人 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 这个是一个叫Danny Tsai 蔡佑玲写的 不要在最好的年纪吃的随便过的廉价 我还没有看完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跟我目前可能遇到的一些挑战啊 或者是烦恼 非常的相近 然后从他的文字里面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就是一个 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想什么 然后思绪非常清晰 然后在职场上工作能力很强的那种人 那我今天主要稍微聊一下就是关于工作上面的好了 在这一章里面他就在聊说 你要怎么明白自己的优势 然后把这个优势发扬光大 你的专业是不是越换越精细 你要怎么看到你的价值 然后让你的公司你的主管也看到你的价值 你在要为自己加薪之前 请先确认你运筹帷幄之中有实质且足够的筹码 30岁是一个分水岭 所以30岁之前你就是不断的累积你的经验 你可能足够不同的领域 你累积不同的经验值 但是在30岁之后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职场能力有多强 受雇于人不代表你得要屈就 但你得先让自己值得 观念要跟得上产业变化 当机会一来就能华丽转身 像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是保持着一个心态 就是老板说什么我就好好好 所以我一直是一个接收的角色 并没有太多就是自我思考 或者是自己去消化 然后转换成我的决定的那个能力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就是大学毕业才出来开始做第一份工作的话 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真的不能是 我今天来 我上班就是要去听别人的话 当然一开始我们经验不足的时候 一定是需要听更有经验的人 然后你在观察在内话 去思考说为什么你的主管会下这样的指令 就是前提是你的主管是真的有做事的人啦 去看一下别人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 他们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而不是单纯就是 人家讲什么我拿什么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我算是蛮幸运的 就是我在工作应该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机会是可以 就自己去handle一些事情 或是take responsibility 转变最大的就是我刚开始也是 例如说我的主管或是我的老板要我做决定 我会自己就是很慌 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做的这个 或是我想的这个是不是很不成熟 或是这个决定是不是对的 如果今天你做错了一个决定 或是你思考不走 第一个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先去解决你犯下的错误 第二个是回过头来去想说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下一次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要确保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基本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天生就会 做事的人 我觉得只是你学的快或不快 或者是你有没有心想要学吧 我就更认真的跟自己说 OK今天我要试着去看到 我的老板看到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想要再往前走 我想要让自己更进步 那我必须要看到 在不同level 他们看到的层面有哪一些 然后试着去 去试着用那样子的角度去看事情 当你还是菜鸟的时候 试着去想主管今天派给你这个工作 或是这个project 他期待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可能要你做ABC 但是你可以去想说 今天主管他可能会想要ABC第一 一个公司要请一个人 他就希望他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 你只被要求找三个solution 但是你一次把他想得更完整 想到五个solution 那你的价值对于公司来说就是加分的 当你自己的价值一直往上爬的时候 你的能力就会更容易的被看到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抓住他 话说回来 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夜养成的 这一些经验 这一些价值都是要慢慢被累积的 对这是我看完这本书里面 关于工作的章节之后 自己再延伸出来的一些想法吧 好那今天这个周末 自己一个人放空放风的vlog就到这里 最后呢大家如果对UFO2有兴趣的话 我对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